Hello各位股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我是Gina老师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齐齐上扬,走势行 这种情况下,有哪些基本面的新闻,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首先第一个是美国股票市场,今天进入到2020最后一周 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预计交头清淡 那么周五是元旦结价,然后的话是美股休市 然后其次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一个签署了 这个联邦政府开支与疫情纾困刺激法案 那么避免呢,这个联邦政府在本周二关门 并向消费者与小企业提供援助 消除了笼罩在市场数月之久的不确定性,提振了市场人气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呢,是这个疫情方面的 美国仍然是全球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据美国约翰逊这个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那么截至美东时间12日23时30分 那么美国确诊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经高达1913.2万 死亡人数达33.3万人 那么英国发现的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冠毒株 已在其他多国减出 那么随着新的更严格的抗议限制措施出台 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是感到贪忆忧的 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基本面上面呢,还是喜忧财满的状况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一个整体状况 首先呢,我们先看的是SPX标普500整体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份开始 股价呢,基本上是持续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 股价是持续不断上新高的 但是呢,其实它的一个走势可以分为两大块 因为第一块的话是在前面这一波的 然后呢,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的话 股价不断上涨的这一波 红色柱子是不断增加的 红色代表是获利的筹码 然后呢,绿色呢,代表是套牢的筹码 而黄色代表是浮动筹码 也就是说浮动筹码就属于盈亏之间的那个筹码啊 所以的话,从前面这一波 从3月份开始股价的这一波 随着股价的这波上涨 那么市场的这个赚钱的筹码是越来越多的 也就说明市场的赚钱效应是越来越足的 所以在整个这一波的时候 你会发现市场整体还是属于普遍上涨的一个状况 但是从这一块以后呢 股价进入了一个横盘之后 其实市场并没有跌 但是的话你发现它赚钱的红色柱子啊 就是开始持续 就基本上一直是属于减少的一个状态 后面的话相对于前面的这个 涨了这么多的一个情况 如果股价是继续上涨啊 它是创新高的 正常来说应该赚钱的 就是按照之前的这个规律来说 应该赚钱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没有 你会发现股价继续在往上这个小幅上上 但是呢你这个红色柱子却是开始啊 在就就是一直处于25%以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事情呢 说明虽然股价现在涨 但是市场的这个赚钱翘印却是减少的 赚钱的人却是减少的 那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说明目前的市场分化是相对于之前来说是严重的多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市场在涨 但是不代表所有个股都在涨 所以现在的市场分化行情更为严重 也就说明我们接下来在选择股票操作的时候 也需要更加谨慎 你只有选择强装股 这个股价呢正处于装家强势拉伸的阶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你赚钱才是真正的有利可图的一个事件 好吧 这个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你们SPY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日内的一个状况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的是SPY的Daily Char 白色线呢代表是这个中期上升趋势 然后呢红色柱子代表短期上升 绿色呢代表短期下降 所以呢白色线朝上红色柱子 短期和中期依然是上升趋势 所以从市市的整体的角度来说 依然是上升趋势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 就是它的这个60分钟图 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 从60分钟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 目前来说呢股价整体 它呢基本上还是处于 就是说现在是往白色线朝上 然后红色柱子 短期也是继续上升的 所以的话60分钟可以看来 就是短期和中期都是上升趋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前期高点的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位呢大体是372.27 然后这个位置如果过不去的话 股价这一次又是跳空上去的 所以可能会下来回补缺口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今天尾盘还是要注意一下 股价有可能会回补缺口的这个风险的 但整体趋势暂时没有发生改变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 所以因此来说总的来说啊 60分钟和日线图上呢 目前来说我们如果有股票呢 短期中期都还是可以继续持股的 但是呢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你个股的状况来定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这个 六彩神龙上面的表现 现在市场的一个分化行情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的话如果你的个股也处于这个 持股信号之中 你当然可以继续持股 因为它还在涨着嘛 但是如果说现在个股又处于这个 要回调的这个状态的话 那么相应的去 就是说回避一下回调的这个风险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因为毕竟目前的这波虽然股价还在涨着 股价呢还在依然继续上涨啊 我们可以发现还在创新高 但是你发现它的资金这一块 这个呢叫做这个BBD净差 红呃绿色柱子呢代表是做多力度 红色柱子代表做空力度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 高点高点是逐步往下走的 所以市场的资金成体还是以流出为主的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去推动股价的这个上涨的话 那么股价的这个上涨相对来说 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 所以市场现在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是依然有风险的一个存在的情况的 所以的话 如果说你的个股现在正处于有压力位 并且呢又开始拐头上下了 出现短期卖点的情况下 那么你还是可以回避掉这个风险的 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想买股票的话 就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选择比较有把握的这个情况 你才进去 要不然的话 这个时候去操作绝对不要中仓 好吧 那么这个是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状况 那么如果想每天都准时收到 Gina老师的大盘解析 还想免费让Gina老师帮忙整股 可以扫描Gina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添加Gina老师的微信 或者连续Gina老师的WhatsApp号码604-376-5888 就可以进行免费整股了 好吧 我是Gina老师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 温飞 启用 忠念